一场新达电厂事件瞬间打缺电 南部机组故障为何中北部跟着停电 北部跟中部有些用户就被停电 但你注意到那些停电的人通常都是住商用户 北部电力需要南电北送的 就在平时有150万千瓦 在夏天是300万千瓦 也是靠高压速电网过来 四条电线 那再超过300万千瓦就已经全部在使用 最好的状况就是北中南 你都自己可以自给自主 对不对 你就不要互相依靠输配电 我刚才讲因为输配电你增加一个变数 基隆的协和电厂 能不能够顺利的改成这个天然气 如果可以的话 那台北这边就是北北基的电力 可能也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保障 等于说这些都成功的话 那我们可能南电北送的需求量 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高了 回顾过去一次又一次的全国大停电 不断把台湾电力危机推上台面 2017年大潭电厂激素大跳机 去年几天内新达电厂更接连两次大出包 加上这回专家直接电出整节点 差不多就是电力过于集中的情况 因为这个电厂用地取得很困难 所以其实现在的是一个电厂 它的这个容量是越盖越大 越来越多像大潭电厂 它可能是原来是4点多GW 预估它最后盖完 三接什么盖完 它应该会变成8GW 所以它如果那边再出一次事情的话 那对台湾的冲击会非常的大 台湾地下人愁 不止电厂用地取得困难 连太阳能推动也是处处阻碍 加上减碳再生能源政策 多投马车 急需中央地方一新 否则难保不会再陷入用电黑暗期 大一新闻小智杰天志中 综合报导